忍氣,裝好一邊 開始了 Raw4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今天又是Raw4的車友來KT捧場 那這台車其實我們在北區的經銷商 販賣的狀況、銷售的狀況 比我們中部車友還要來的捧場 當然啦 經理再次謝謝Raw4的車友那麼樣的捧場 賣到我們目前的4.5代 目前已經缺貨了 那今天要安裝的車款是Raw4的5代 那5代的話 因為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車高有稍微降低之後 就建議要改裝避震器 還要加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那這個是後方的原廠的一個仰角 這個是改裝的 改裝的它可以藉由這個調整的幅度 可以改變後輪的Camper Camper角度就是這個角度 傾角 這個是後輪的輪胎 它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這邊的輪胎磨耗就會變得比較快 但這個輪胎18吋的 一顆也不便宜 所以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 車友不論你改的是不是KT避震器 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車高有降低的話 建議 建議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避免它輪胎內側磨耗的會太快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的功能 今天最主要的主角 其實不是仰角調整器 是KT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是RAV4 5代的前面 它的前面還有一點比較特殊的 就是它的前面上座是有斜度的 這邊算是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上座有一個特殊的角度斜度 我有點記不得了 應該是8度還是8.5度 反正KT就是有做專用的角度 給這台車來使用 那這台車其實有的 像日本Tim的做法 它就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沿用原廠的上座有幾點 我們之前在影片當中其實都有講過 那今天再講一次好了 這個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的軸心其實有一個缺角 這樣對得到焦嗎 這個有一個缺角 那這個缺角 它在裝到這個上座上面 跟Toyota的前一個世代的Camry 是一樣意思 它的軸心有缺角 那這個缺角 在安裝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對住這個缺角 那在這個上座的下方 有一個很大型的軸層 那這個軸層 它也有特殊的方向性跟組合的方式 萬一組裝的時候順序不對 或者是沒有組裝好 甚至是這個彈簧的預載過多 就有可能會造成不好做的狀況 或者是壽命會縮短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有好也有壞 好處的話就是可能它整個 避震器的成本會稍微略低一點點 但是Tim好像沒有 好那KT的部分的話 在計時上安裝的話就不用煩惱 還要把這個上座拆下來 還要再就是沿用的這些衍生出來問題 所以在組裝上的話也會節省掉不少時間 那也會減少掉一個安裝上的失誤了 像現在好像大概9點出頭而已 我們前面跟後面的單邊都已經裝好了 所以安裝KT的產品 安裝的速度就比較快一點點 那這些有一些油管架ABS感應線 當然這些都要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這一台車好像上個禮拜六就有直播過 是在我們家 上個禮拜六是在我們家 喔 了解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後面上座 它還有一個一個蠻大型的上座 它的結構設計比較像是 浮世的Golf的五代六代 它的筒身的形成比較短一點點 它的筒身形成比較短 它的支幣是固定在仰角 像現在比較新款的MQB的Golf七代 它的固定點下支幣的固定點是固定 避震器的下方的固定點是固定在下支幣上方 所以這個整體的長度就會稍微比較長 那這個作動的形成也會比較長一點點 這一台車的後方的滿頭其實蠻長的 所以在扣掉滿頭的長度 它會作動的行程範圍其實不多 所以這台車如果改裝短彈簧的時候 萬一有滿載或者是遇到比較大幅的坑洞 就會覺得比較不好做 其實也有其他解套的方法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長度還蠻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裝好的狀況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仰角調整器是裝在哪一個位置 是在這裡的 那這個後輪定位的角度其實只有兩個 一個是傾角 一個是豎角 這個傾角的部分改了之後就可以調整 輪胎的豎角呢 這個是Campbell的角度 那這個角度要怎麼調整 這個角度的話 原廠它就有一顆偏心的螺絲 可以做微幅豎角的調整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下肢幣的內側 這個地方就能做豎角的微幅調整 所以如果改裝了仰角之後 這一隻的豎角其實可以不用再做改裝 那當然如果預算比較夠的話 那倒不如仰角跟豎角一起全部把它裝上去 不論降低的幅度多大 或者是底盤有其他零件磨耗之後 它能做出來的角度 一定有辦法做到不磁台 所以改裝仰角調整器跟豎角調整器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投資 那也有的車友會加裝這個後方的 加粗的防晴感 這個的話Summit 或者是Horace 也都有出品 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它的統身的下方是固定在仰角的 這個是一個三角幾何 所以它比較靠近支點的話 它這個長度就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像是新款Tigran 或者是Golf 7代的話 它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的長度跟這裡的長度 就會有一個不同的比例 那這裡的話 阻尼就要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它原廠的坐在這裡的 支幣的設計點 其實它原廠的阻尼 以老實講 它已經比RAV4的四代 還要來得好很多了 可是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很多的車友會反映說 這台車在家人 或者是在開三路的時候 後座的乘客還滿容易會暈車的 畢竟這台車它不是跑車 也不是一般的 比較運動化的轎車 所以它的原廠的設定 其實會比較舒適 但是如果體質比較敏感 或者是開三路的時候 有做比較大幅度的操控的話 後座的乘客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阻尼 原廠的阻尼設定 軟硬的設定 它是設定的比較軟 那KT的話 就會把這個地方的阻尼 設定成可調式的 可以調整軟硬度 可以隨著底盤的改裝 假設這個原廠的輪胎是18吋的 那我們把它改成20吋之後 這個的扁平比 這個扁平比會變薄 變薄之後 路感回饋會比較好 路感回饋會比較好 可是它的舒適度呢 就沒有那麼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藉由 軟硬度的調整 來調整到車主自己想要的感覺 那後方的彈簧 KT其實也沒有配得很硬 才配6公斤而已 230長6公斤 那這條彈簧 稍微預載個大概1公分 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幅度 好 那這個是後方 後方的調整機構在下方 這個調整機構 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那調整這個長短 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這一端 來做調整的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部分 那後方的阻尼 軟硬度的調整 就是靠這個上座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從這顆旋鈕 往順時針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可以從這個旋鈕來做 後面阻尼的軟硬度調整 那這台車 可能要再特寫一下 這台車是 夜顏綠 我覺得這台車的Raffle 5代 顏色是自己啦 自己覺得最漂亮的 這個其實還有路上 還有看到很多特別的顏色 有像小叮噹藍 還有火紅色的 都是很特別的顏色 但是最多的應該還是白色吧 那前面的 售價 這台車的話是 道路板是兩萬六千塊 然後如果要加 羊腳調整器的話 應該是八千塊 Summit的話 應該是加八千塊錢 那再一起安裝 其實可以省一次的定位的費用 因為 如果你今天裝避震器 要去定位 然後 之後覺得 哇 定位的角度 太趴會吃胎 再來裝羊腳調整器 那就要花兩次定位的費用 所以會建議車友們 一起在裝避震器的時候 一起把它裝上去 會節省掉那個一千多塊的定位的費用 好 那這個前面彈簧 也比較特別 一般來說 前面都是配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可是KT是配 兩百長七公斤 是一個很大型燈籠狀的彈簧 那燈籠狀的彈簧 這台車是很棒的休旅車 我們希望 在改裝之後 還是得要維持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改裝之後操控性當然提升了 可是 舒適度的話也不能犧牲掉太多 所以這一條彈簧的設計呢 就特別重要了 所以我們設計成一個兩百長七公斤 它的線跟線之間的線距會變得比較開 所以它能做出來的行程 就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多出30到35%左右 那這些油管固定架 ABS單線的A固定點 B固定點 這個還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都非常非常完美 如果有看過我們直播這一台真的是數量 有空檔的話 經理其實都會有開直播 有的時候剛好是出差 或者是剛好沒有空的話 就沒有辦法跟開直播跟車友們一起來分享了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更單純 前面的懸吊系統叫麥花層 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比後方的邊緝還要來的辛苦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單純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銀色的齒輪狀頭盤懸鬆之後 這個長度如果拉長之後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如果縮短它的車高就變低 以KT的設定來說 最高的話大概 比原廠低好像低兩公分到2.5公分左右 那最低的話 可以大概到兩指幅甚至一指幅 甚至如果油要更低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們 都有辦法對應得到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對了 如果前面安裝好時候 這個齒輪狀頭盤 記得要提醒一下技師 如果線上有技師在觀看的話 這個齒輪狀頭盤 後面所附的磅數可以不用那麼高 那前面的話記得要稍微把它敲緊一下 好 那前面阻尼的調整部分 很簡單 這台車的話 在引擎室打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個8度還8.5度其實我忘記了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尼指 要硬要軟 就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 像這個角度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那左邊 跟右邊的話 這兩邊呢 阻尼段數 一定得要對稱 一定要對稱 那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那這款車我們在中部的話 有中區的經銷商 那北區的話也有北區的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有台南跟高雄 都有個別有店家 可以幫車友們來安裝服務 那如果啦 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對經理剛剛介紹的內容 有什麼地方需要在家裡詢問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KT的用料的話 像是煮泥油也好 還有油品也好 都是用很棒的一個零配件 所以耐用度啦 還有乘坐感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很歡迎車友們跟我們聯絡 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來請跟我們小編聯絡囉 謝謝大家 掰掰